在這麽多方面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歷屆特首 他是比較上大篇幅講我們青年人的問題 我這麽多年在北京兩會都提出 年青人最大的抑鬱就是他不可以做他喜歡做的東西而找到吃 自己養自己 如果靠在家裡養 所以這次李家超先生提出 他說關注年青人向上流動 還說成立會提供很多不同的工作 這件事我認為是香港的重中之重 那我是很希望他做得到 不容易的 但是他講得出 我都覺得有機會 這件事可以令到我們下一代 真是可以開開心心在香港一路發展下去的